今天新南气流加上热低压的影响 哇这全台特别是南部地区天气状况特别不理想 特别是这个低压因为已经出海的关系 现在目前风向有所转变 但它在今天清晨在抵达台湾的陆地的时候 虽然它不是台风 但其实也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下陷 所以在南部地区南部山区感受上特别明显 很多地方都传出灾情了 不过在中午的时候呢 这热低压 东移出海现在目前是在花莲的海面上 所以其实南部地区的雨势没有白天来的这么的大 但是现在风向有所转变 好看一下雷达回坡图带您更进一步了解 现在这个热低压 东移出海了 现在转吹东风 东北风 所以这个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 宜兰山区 要开始下雨了 白天的时候呢 北部地区的朋友感受上感觉说 这地板还蛮干的 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就开始飘雨 到了现在雨会越来越大 但是南部地区的雨势渴望趋缓 不过中部地区可以放心 因为处在这背风侧 所以感受上呢比较不太明显 不过现在刚才有说了风向转变 所以呢宜兰地区 宜兰山区 还有花莲 台东山区都要特别注意 而气象局持续发布天气警特报 还是持续呢是在大好雨的范围是在屏东线 另外好雨范围是在高雄还有宜兰山区 大雨的范围几乎是全台了 所以要请观众朋友等一下看完新闻 如果您要出门 记得还是期待雨具 避免被淋湿 而接下来几天的天气 带您更近一步看到了 下一张图表带您更近一步看到 就是日累积雨量的排行榜 其实前三名都是在屏东地区 屏东山区 而刚才也陆陆续续传出灾情 所以请观众朋友 小心再小心 最后天气走势给您个提醒了 其实从明天开始 就是端午节的廉价 从今天开始啊 受到热低压影响 南部山区还是要提防烟水 至于呢在北部地区 宜兰山区还是会下雨的 从明天开始终于放假了 但要注意这封面还是在徘徊 所以呢其实天气状况 还是不尽理想 如果您明天想前往海边 请注意会有长浪 若您是从事海上的活动 这作业活动呢 还是要特别留意 再来是局部地区 都还是会有强降雨 到了廉价最后一天 封面逐渐北移 不在北移的过程中 还是呢这台湾地区 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 跟东北部地区 天气状况不太理想 所以观众朋友 恐怕要调整一下 这个午后的这个行程 特别是如果您是要 等午廉价准备出游的话 还是要注意一下 现场资讯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